3月11日對我來說當然是很有意義的日子 因為我記得在1985年3月11日 我曾經跟我初戀情人發生過一件很令人迷恨的事 我這裡不說了 每年的3月11日都要說 第二 我想我終於都會記得了 為什麼呢 昨天我搬屋 大家知道這兩天搬屋 我竟然找得回那時我跟老婆擺酒簽名的那張東西 那張東西應該是去年搬屋時找出來的 但我沒有在意義 今次再搬屋就找回那張東西 我當年現在這樣說 就是1997年3月12日結婚 我經常很難記 為何被老婆罵得不七彩 我總是記不到 老婆跟我說我兒子今天打電話給他 很窩心 為什麼呢 她說媽媽你不知道明天結婚多少週年 那個兒子也知道 反而我不知道 但我昨天看完那張東西我就記得了 但你想想 當天跟我做兄弟做伴郎那些人 我還要把照片給別人 我到現在還未給他們一些照片 二十多年以來還在我家 等你兒子結婚吧 好像丟掉了 你想不想付錢 現在不好意思付錢 當然了 痴痴 等著你以前欠人錢 你沒有還到 現在你有能力了 你不好意思二十多年後 當時借了你五塊錢 你不好意思嗎 當時你借錢的時候 世神僻遠就說 你媽媽 我明天不想還我行家產 你當我是啤梨甚麼人 你知道借錢的時候吧 第二天 現在正在下來了 你不要走著 正在下來了 半個小時都下來了 明明是劉Sir的 她說真的不好意思 剛才我媽媽 騙了你 冷冷靜靜 因為為了乾事催水催不冷的 可能離譜也可以的 臭老爸 老母 都可以的 是的 她說 過兩天才給你 現在給我急証室 你就打算過兩天吧 過兩天 現在剛剛過關 別人 就曉得不到 這樣就失禁了 那現在你有能力了 所以你不好意思找他 變成這樣的情形 那3月12號 今年也沒甚麼特別的 24年 又不是25年 25年說真的 25年才叫做銀禧 是嗎? 銀燈 OK 眨眼 人生也沒有25年而已 如果你是短命一點 我幸好有兩個 有沒有三個都不知道 人生很難說的